大家好,今天只要讲解一下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实验 Dolobo Dogtsu-chiken,也可以叫做少年夏令营实验 Dolobo Dogtsu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是小偷洞穴 或者说是强盗洞穴 萌一听可能比较奇怪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实验地点在Robot's cave 翻译过来就是Dolobo Dogtsu 中文一般是直接叫洞穴实验 或者是少年夏令营实验 那么首先,这是一个关于集团与集团关系的实验 实验者是谢礼夫 实验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集团之间的关系 实验是1961年 地点是小偷洞穴这个夏令营场所 实验主要是关于集团与集团之间如何产生冲突、矛盾 以及如何化解冲突 通过少年夏令营这个以外实验 论证了集团目标的重要性 这个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内集团的形成、制造集团间的冲突、矛盾 和消除集团之间的矛盾 首先关于内集团的形成 实验的开始 谢礼夫将11到12岁的22名少年随机分为两组 带到了夏令营场所 这里想要补充一点的是被试者 也就是这22个少年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具备心理状态稳定、性格温和这些特点 还有就是来自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 但这些被试者 视心并不知道自己在参加一个实验 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第一个星期 他们也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组人的存在 这些男孩被要求完成 需要小组成员配合的团队活动 比如说棒球、远足等等 这些活动加强了团队的内部联系 还形成了团队内部规范 成员地位和作用也都安定了下来 这两个组都给自己的组选了名字 一组叫老鹰队 一组叫响尾蛇队 并且制作了各自的旗帜 一周后实验者告诉他们 还有另外的队伍 要来夏令营 这些男孩还没有见过另外的队伍 但是却都产生了敌对的心理 同时增强了自己团队的团队意识 于是实验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制造团队间的冲突 两个队伍相遇后 实验者让他们进行 一系列互相竞争的比赛 比如说棒球比赛 拔河比赛 足球比赛等等 胜利者会有奖品 因为各个队伍都是以获胜为目标 一方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 在竞争比赛中 两队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通过比赛 两个队伍之间的敌对情绪也越来越高 出现了互相挑衅 互相咒骂 互相攻击 甚至扩大到了比赛之外的场所 比如说在一场比赛中 失败的队伍 在晚上对胜利的队伍发动了袭击 好像是闯入了对方的营地 掀翻土床铺 甚至撕毁对方的蚊帐 烧掉对方的旗帜等 非常过分的事情 随后对方也组织了反击 在一连串互相挑衅之后 冲突升级 两个队伍甚至准备了刀具石块 这类的非常危险的武器 实验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本来非常愉快的夏里营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场所 要知道最初被试者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 因此可以排除男孩们性格暴躁的倾向 另一方面 随着队伍凝聚性的提高 以打败对方为目的的集团规范 还有成员地位 作用都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之前喜欢导论的人 现在变成了领导者 在这个阶段中的朋友调查中 几乎都会选择自己队伍的人来当朋友 第三个阶段是消除集团冲突 最初的方法是设计一些友好的接触机会 比如说一起看电影 看烟花 一起吃饭 不过都失败了 甚至助长了双方敌对的情绪 比如说一起参加活动时 互相挑衅 扔剩饭等 为了减少这样的集团间的冲突 实验者设计了 必须需要两个队伍合作 才能实现的上位目标 也就是更高一层的目标 构筑互相依存的关系 比如夏令营停止供水 两个队伍合作找出故障所在等等 渐渐的两只队伍不再互相挑衅 关系变得友好起来 夏令营结束后都表示 想要乘坐同一辆巴士回家 回家的途中 一个队伍还将获胜的奖品分给对方 这就是洞穴实验的主要内容 总结来说 首先两个队伍没有接触 加强了团队内的团结 当两个队伍接触产生敌退情绪 发生冲突 最后为了消除冲突 用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增加两队交流机会 结果反而使冲突更加升级 第二个方法是引入集团间的上位目标 也就是必须集团之间相互合作 才能达成的目标 结果成功消除了冲突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明白了 集团之间的关系本质是 集团内的团队意识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回到稀缺资源的冲突 竞争会引起集团之间的矛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为减少冲突 不能仅仅只是增加集团之间的接触 交流 构筑达成上位目标的合作关系 是必须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所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